上班族心酸 受刑人做酱油 薪资4万6 店员 工人 上班族 白白种行业 有白白种心酸 但最心酸的近视 辛苦大半天 薪水比屏东监狱 受刑人还要低 原来是屏东监狱 员工爆料 他们每个月薪水 4万不到 但监狱酱油工厂 受刑人 薪水却高达 4万6千元 我的妈妈咪 比大多数上班族 还要丰厚 难怪引发争议 凭捷秘书澄清 监狱的酱油 采用古法酿造 品质好 还连续多年获得金牌奖 受到民众喜爱 这个月因为中秋节 礼盒订单暴增 业绩充到400多万 所以依照 监所劳作金管理办法 制作酱油的28名受刑人 才领这么多薪水 但平常顶多领 1到2万元 只是这钱也不是所有受刑人 可以赚的 要在里面表现犹豫 还要刚好 有人离开 才有机会进酱油厂 中秋节中大节日 他们一定会工作量 变得很大很大 对 那我觉得他们在里面 用他们的劳力 换取他们应该要有的报酬 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 靠自己劳力去赚的钱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去听听的 受刑人薪资惹益 检索表示劳作金分配 应该是中央去考量的问题 董新闻综合报导